第十三件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室开幕 吸引众多书迷参与 今年书室规模比去年更大 共有775个参展单位 以阅读星际行旅书海为主题的台湾馆 不只展出本土特色书籍 还安排作家交流 邀请台湾与大马知名作家 进行文学相关主题对谈 这一次我们也邀请到 有四位来自我们台湾的作家 包括我们张希女士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族 昨天晚上有关我们高额疫情 我们的亚荣荣沙克鲁 然后显抗力 另外还有我们的王光明先生 以及王浩依先生 与作家对谈以外 台湾馆同时规划文学论坛 出版与版权交流等系列活动 并以书会友 赠书给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还有推广快乐阅读的社区儿童读书馆 象征台马好交情 马来西亚跟台湾 我们可以从地里临近 彼此都是非常好的邻居 关系一向是那么样的密切 和友好 我们不管是在贸易 投资 光光 教育 乃至于今天 我们的书展 我们的文化 等等领域呢 互动都是那么样的一个密切和平凡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馆这回也以多媒体阅读方式 呈现出版科技化成果 期盼透过书展 将台湾文学介绍给大马读者 透过影像 阅读 领略人文与文学丰富内涵 行销台湾多元文化风貌 感谢您的观看